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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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真漂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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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等等 李维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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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回 回 走 changing 去 太快的是 照着 不要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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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伟 你刚刚吓死我了 有没有哪儿不舒暗啊 没事 看看 我没事 三国这丫头怎么还不醒啊 她怎么还不醒啊 可能惊吓过度 没事 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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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你醒了 还好吧 走 快点 走 你去那边 来 这边 跟我来 走 过来找我了 来 跟我来 来 跟我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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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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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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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这么大的胆子 敢把我家的儿媳妇带走 我不是她家儿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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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不是 我爸可是花了五万块钱 把她给买回来的 跟我成了亲 就是我媳妇 放开她 就是你们这些人 把她追到山上去的吧 你谁啊 小子 你管我们是谁啊 你把她放下 你把人放下 你把人放下 把人放下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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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管你什么事 你给我滚开 走 走 我看今天谁敢在我家门口撒野 说张姑 什么意思 既然这孩子不情愿这门婚事 你们今天休想把他从我家门口带走 你给我放手 放手啊 既然今天我救了这孩子一命 他就是我的人了 我知道 咱们相比相亲的做事得讲个理 你放心 我会跟你一个满意的交代 好 今天你们仗的人多 秋三姑 你给我等着 走 这边怎么没有啊 再 ha 谢谢你救了 孩子 谢谢你救了 孩子你这怎么回事 快起来 快起来起来 你叫什么名字从哪来呀 我叫班林 我家是贵州的 我是被吉父卖到这儿来的 他们非逼着我成亲 我就逃跑出来了 对了 我还没问你们呢 你们到这儿来干嘛 我们是城里这个微信群 组织的一个探险爱好群 听说这边有一个玄关山 特别神秘 从来没有人去过 所以我们就想 玄关山 玄关山 不想活了 知不知道那里面只有死人 才能去的 就是 死人 很久以前有个传说 村里的凶死之人 都会被判断的洞里人去弃势 但送葬的人不能沿途返回 更不能用砍刀在丛林开路 因为怕回村之后 洞里的亡魂会寻落回来说命 你们竟然敢闯到那里去 就是 你说要是晚上有这鸡蛋烤得多好啊 是不是 难心 快过来 过来吃饭了啊 小心手啊 我来我来我 接手 别忘了 是什么事儿呢 我曼星 我曼星 睡觉 leche 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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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 身着点啊 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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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安心地在这儿住下 三姑 我都不知道 该怎么报答您的大恩大德了 傻子 我看到你啊 就像看到当年的三姑 我也是被卖到这儿来的 嫁给了一个陌生的男人 后来没多久啊 她就死了 剩下我孤苦临着那一个人 怎么了 三姑 这丑户外面有关 一趟 词 寂寞 那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干吗呀 你还想打我呀 你呀 吓死我了 刚才我又觉得一直有东西跟着我 我问你 大半夜的 自己偷偷溜出来干吗 我 我想去寻关董 我想你自己能做的事 我去寻找了 你追求着你 我去寻找我 我去寻找我 我来 你做什么 我去寻找我 我去宿得更加困阱 你去寻找我 一半夜怎么喊大叫呢 有鬼 我看到鬼了 在做噩梦了吧 可是刚才不像是做梦了 这是鬼压窗 也是三一场 这样 三宫给你一张安婚服 压在前头下面 这样你就可以睡得着了 来 睡吧 我三宫在 我现在睡了 你看 那个就是玄关弄弄洞口 怎么样 漂亮 走啊 来 小心点 抓住绳子 抓住绳子 抓住了 小心点 小心点 那固定的绳子呀 不是我没固定好 绳子被弄断了 我就说吧 这上面 肯定有鬼 他 他一定是不向我们接近 所以才故意把绳子弄断 想杀了我们 怎么就有鬼了 别自己吓自己 等等 有什么动物弄断的 不对啊 动物怎么会咬绳子呢一般 怎么会咬绳子呢 我觉得这事 越来越奇怪了 陆伟 我求求你了 咱们还是赶紧回去吧 不行 越这样 我就越要弄清楚 如果说有动物的话 我们应该会怕有火光的 你帮我把绳子接一下 好 来 绳子呢 这儿 你拿什么呀 绳子呀 这样 说 我不要了 谁呀 谁呀 三护 三护 五斤有医院没有 你们的小关人受伤了 这就是你们的不听劝告 散闯全关山 真要宠获了 肯定是你们惹怒了孤魂野鬼 向你们索命来了 不是 男性他被蛇咬伤了 被蛇咬了活该 我看你们是不咬活了 自古以来就没人敢去 那个洞子里面 招惹那些孤魂野鬼 你们真是不要命了 真是作孽呀 如果真的把力气引到镇上来 锁到此处忍出王 灾了立刻从天降啊 就是 我们好几户 都碰见那个鬼魂了 你们要是不想活了啊 别连连我们 赶紧滚 快 你快 别快 我确定能告诉你 这非难医院 他这不就算看出血腥 会受人命的 幸亏啊送我们来及时 不然手都可能保不住了 让他好好休息一下吧 进医生 你别愣啊 主委 咱们不是说好一起行动吗 这个对教理一个人打他是不是 你自己要逞强 也没必要背着我们 带蓝星去冒险 是我自己要去的 别怪他 你又喜欢这个胆大的 怎么办有一天 把自己也给搭进去 对不起 是我没有提前跟大家商量 我只是觉得 那个玄关洞真的有问题 这个世界上的未解之迷多了去了 你都去了解清楚啊 你去当科学家呀 我说过 要给你一个交代 陈三姑 你为什么非得要帮他出头呢 因为以前我也是被卖到这儿来的 这是上天注定我跟这孩子有这么一段缘分 走 爸 走 好 三姑 你还真给啊 两万啦 三姑 你还真给啊 阿里 阿里 白玲 白玲 白玲你醒醒 白玲 白玲你是不是要做噩夢了 白玲 快點醒醒 白玲 三哥 不是做夢 我剛才夢到我被打了 可是我現在痛 為什麼還會痛 可能是你自己壯著的 我都跟你說了 心蒙不出 你看到的都是幻覺 可是我 別說了 你當天休息吧 我去給你喝點糖藥 你覺得你肅肉呢 我現在對她很差 你別那麼去嘴上 我看你做什麼 你覺得你 你覺得我然後 你覺得我這想去 你這樣去我 你也覺得我 原来我也以为是做梦被鬼压床 但是没想到 这个怪物真的活生生的存在 这又是什么东西呢 我也不知道 半人半鬼 满脸皱纹 鼻子眼睛分不清 可是我给邱三姑讲 她怎么都不相信我说的话 那天我在玄关洞附近 竟然发现同样一个怪物 原来你早就发现过她了 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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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等一下 给你喷点熊王九 上次来就在这儿被蛇咬了 差点没命 来 来 我说你啊 本来就不应该跟我来 要是被邱三姑发现了 你就完了 你放心吧 我不会被发现的 你为什么非要跟我来冒险呢 我担心你一个人会出事 怎么跟蓝星一样啊 都说口口声声担心我 最后特地被我担心 对 呃 陆文 那好像有光 好像是个人吧 谁啊 大晚上的 都知道 看 看 是邱三姑 老公 原来 这有个密道 走 咱们进去看看 往前走 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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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这里边这么大呀 那个应该就是 我在外面看见的洞口 可是 邱三姑她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一个人鬼鬼祟祟的 到底有什么目的啊 你看 那好像有东西 来 这个布 我好像在邱三姑家也见过 水 还有吃的 他把吃的偷偷放在这里做什么 这还不明显吗 这说明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鬼 这肯定住了什么东西 三姑来就是给他来送吃的 而且他俩肯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怎么会有 完了 有鬼 怎么会有鬼 这里真的有鬼啊 好了好了 都你呢 手电没电了 都什么时候你还开玩笑 没关系 带了荧光帽子 霞 就你了 你也ampf死了 看 mateix味 你什么故事 要是你 我把你们填多了 你怎么不得走 碰巧 白玲 你为什么会跟她在一起 我们魔女一场 你也想调查我 不是的 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 她说的没错 我们本来只是想来探秘的 没想到碰到你 扮演三斤 一个人鬼鬼祟祟的到这儿来 还带了食物 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我凭什么告诉你 那就说明你心里有鬼 你肯定跟那个神出鬼魔的怪物 有什么关系 怪物 我怎么不知道有什么怪物 那你怎么解释你的所作所为 我是来上供的 上供 这都怪你 擅闯玄关山 招来了鬼魂 今天正好是七月十四 这次我带来了贡品 就是为了祈求他们 不要再祸害村民 这下你满意了 白玲 没想到我对你这么好 你还要联合外人一起来害我 三姑 白玲 三姑 你等着我 不是这样的 三姑 昨天晚上的事 你不用跟我认错 也许错在我 不该留你 你告诉我 你是不是喜欢她 其实三姑都看出来了 如果你真的喜欢她的话 那就跟她走吧 三姑 你别赶我走 我都说过了 我要留下来照顾你的 傻孩子 不是三姑赶你 就算你是三姑的亲生闺女 都有不中留的那一天呢 既然你喜欢她 就跟她走吧 永远别带回来 永远别再回来 可乐 我报不见了 傍 车钥匙在宝里 你看见我包了吗 有印象吗 有点没练 这什么时候 你还开玩笑 没关系 带了荧光棒的 昨天我俩追三姑出来 好像就没看到你拿包 你会不会是落在玄关洞啊 对对对 我拿荧光棒来着 不行 咱们得赶紧回去一趟 你不是答应救三姑不再去那儿了吗 可这没车要是也走不了啊 你放心吧 等把你送到城里啊 我肯定信手承诺不再回来的 你赶紧走吧 来 小姐 快 在哪儿啊 那儿呢 看我丢三拉死 东西都在 走吧 那个是什么呀 这个呀 这个呢 是蓝芯送给我的红外线摄像头 都没用过呢 嗯 红外线摄像头 嗯 看过动物世界吧 就是里面啊 经常有一些那种 咒服夜出 平时不怎么露面的动物 都是靠这个东西拍下来的 说不定 我们可以靠这个 拍下这玄关洞的怪物啊 你不是说不调查这件事情了吗 哎呀 只是做个记录而已嘛 我要不查这件事情呢 特别不甘心 万一是野人呢 再说了 反正都要走 我试一下就好 怎么了 啊 你 你听到了吗 有声音 有鬼在叫 鬼 哪儿来的鬼 你刚才没听到有声音吗 声音 啊 好了 别怕了吧 这个声音其实呢 就是有这个山鬼的风 关在旋风中里面 在里面急速乱流 造成的这个空洞 叫做水滑水的声音 啊 哎呀 哎 声音 我也是从业维命发出来的呀 走 咱们去看看就知道了 走吧 慢点啊 哎呀 小心 哎 咱们去看看 咱们去看看 原来声音是从这里传出来的 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了 既然声音从这里传出来 就说明这儿啊 肯定连接着玄关洞 这样子 我们就把这个 放在这叫毕金之路上面 看着吧 哎 您慢点啊 嗯 可以 好了 走 又怎么了 有棺材 这是玄关山 还少得了棺材吗 这不会 真的有冤鬼 跳出来索命吧 怎么跟蓝欣一样 喜欢自己吓自己啊 走吧 上去看看 来 你慢点 不 陆伟 不对劲啊 这棺材盖 刚刚明明是虚眼扎盖 现在怎么自己合照啊 你别大惊小怪了 这不就是一棵普通的棺材吗 那 这棺材 还能自己动了不成 我 安安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我 白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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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娘 我的手 娘 那 怎么了 没事儿 没事儿 别害怕 我看看你的手 应该只是擦上 没带的 你休息一下 卢伟 你说这里会不会有鬼呀 刚才棺材里面的 是不是鬼 是什么我不知道 但肯定不是鬼 那那个棺材盖 为什么会刺激和尚 还有那手恐怖的眼睛 你也看到了对不对 可能 可能是有什么小动物 藏在里面 动的时候顶到棺材板了 好了 你别自己瞎自己了 这恐怖的气氛是会传染的 知不知道 对不起 是我连累了你 应该说对不起的是我 我不应该带着你进来冒险的 不 是我自己愿意的 你别自责了 你别自责了 我这干什么呢 我这干什么的 你醒醒啊 卢伟 卢伟 三姑 你又生了 这么晚了 你来干什么呀 三姑 卢伟来过这儿吗 他已经失踪两天了 我到处都找不到他 别白费力气了 你男朋友 带着白玲已经走了 什么 你还不知道吧 你男朋友早就移情别恋了 他这次回到镇上 就是为了带白玲私奔的 你胡说 白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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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玲 白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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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骗你吧 丫头 ma 别傻了 还是回去吧 我们走 谢谢 刚才是不是又想杀人 我把你独裁选关东 好不容易藏到今天 你是不是不想活了 白灵 如果你能活着出去的话 能帮我完成一个愿望吗 什么愿望 你说 请拿到那个 红岸线摄像头 交给兰心 查清楚 到底是什么 我藏在洞里 好 我答应你 谢谢 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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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快 快 快 喂 陆维 陆维 慢点 你慢点 慢点 陆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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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下去 快 下去 快下来 这 我上去帮忙 那你啊 你快醒醒 你快醒醒 有人来救我们了 陆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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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陆威 你们到底怎么搞的 我们是不小心掉下来的 你快救他上去吧 他流了很多血 你们快下来 你们快下来 小心点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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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他们在悬崩洞里受伤了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拐卖妇女儿童的 出五年以上 十年以下 有机徒刑 并处罚金 拐卖妇女儿童 是指以出卖为目的 有拐骗 绑架 收买 贩卖 接送 中转妇女儿童的行为之一的 在我们今天的故事中 展示出了一种 我国古代独特的藏俗文化 玄关藏 这种古老的丧葬形式 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但因其年代久远 又是在碧莉千镇的悬崖上 放置棺木 可参考的文献 基本没有 所以关于玄关 有着许多未解之谜 引发着种种猜测 而所有的谜题 都需要科学的考证去解答 所有鬼怪的传本 都是愚昧迷信思想的产物 都不能去相信 而故事中 秋三姑不停地散播迷信的传本 误惑人心 其实也另有目的 我们看到 玄关山里的怪物 竟然与秋三姑熟识 那么它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秋三姑为什么 要让这个人成为鬼怪 藏在玄关山洞十几年 刻意制造了 玄关山的恐怖传闻呢 它们之间 又埋藏着怎样的秘密 现在芦苇受了伤 生命危在旦夕 秋三姑却在此时 带人截住了白铃于探险队 芦苇又能否得到及时的救助 静静期待我们的下集故事 为什么呀